到底多少层挡风玻璃才能扛住子弹 先打个手枪 热个身 看下刚刚被打中的玻璃 小手枪轻松就打碎了6块 如果换一款武器呢 接下来准备了一把平平武器的AK 不知道它的威力有多强 AK的威力是大一些 7块挡风玻璃被打碎 而且也只用了一发子弹 下面再试试火力全开的效果 不得不说AK连发确实很爽 看下挡风玻璃的情况 还是打穿了7块 看来AK火力全开和单发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毛哥有点恼火 俄罗斯的武器不可能只打出这种成绩 接下来他直接拿出了机枪 而且还装了穿甲燃烧弹 老规矩先来一次单发射击 属下被打穿的玻璃 穿甲燃烧弹的威力很强 穿透了整整15块玻璃 机枪的威力真不是盖的 接下来再试下连发的效果 这里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就在毛哥装弹的时候 无人机蹭到了毛哥 这一下确实很疼 来看看挡风玻璃的情况 机枪配上穿甲燃烧弹 外加上连续射击 挡风玻璃估计很难扛住这样的火力 数了一下 连发状态整整30块挡风玻璃被打穿 但这样的测试很显然不符合毛哥的风格 因为有粉丝想看RPG能不能打穿所有玻璃 所以接下来RPG登场 说实话毛哥枪法不错 但打炮一直是他的弱项 这发RPG没有正中目标 而是从挡风玻璃的上方飞了过去 接下来再来一发 RPG名不虚传 简单好用 威力还大 挡风玻璃都被打着火 所有玻璃不出意外的全被打穿 但别以为测试就到此结束 按照毛哥的风格 弹药打不完不回家 下面用RPG再来一发 这都还不够过瘾 爆起机枪 再来一轮射击 这一堆挡风玻璃彻底被打碎 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能扛住毛哥的火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